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颜六色的载人热气球共有456个 这些载人热气球来自45个国家 操作者总人数多达3000人 这正是一年一度的传统热气球盛会 全球热气球节 这项为期10天的热气球传统盛会 已举办了32届 2015年的时候 正是在这个盛会上创造了433只载人热气球 同时升空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如今热气球数增加至456个 更是打破了原先的世界纪录 赛事组织者精心准备了两年时间 联络协调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热气球爱好者 终于完成了这次壮举 热气球飞行是有风险的 如此众多的热气球集中放飞 组织者飞行员都承担着巨大压力 好在他们都顺利完成了表演 下面来看看这条微博 总统特朗普曾在2005年 随手画出纽约曼哈顿的天际线 并附上签名 这张简单的素描草稿最近于拍卖会上 拍卖会上以29184美元卖出 据报道 洛杉矶一家拍卖行负责此次拍卖 特朗普的草稿以9000美元起标 历经了11次出价竞标 最后由命名买家买下 拍卖行创办人指出 除非是林肯 否则历任总统的首计 根本卖不到这个价钱 这无疑是一个非常高的金额 特朗普这幅素描相当简单 纽约最著名的地标 如帝国大厦 自由女神像等都没有在上面 反倒是特朗普大厦 出现在这幅画的正中央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放点微博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期前的您 想看到更多有趣的资讯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只要扫描屏幕左边的 二维码就可以了 快些收看 再见